我重点就今天的表决阐明立场 对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表示震惊和失望 前天晚上俄罗斯提出了决议草案 聚焦巴以冲突人道关切 呼吁立即实现停火 保护平民 得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供提 但是一些国家选择投反对票 他们当时的理由 是愿意巴西提出的决议草案为基础 要求多一点时间寻求共识 巴西同事和很多阿里会成员 展现了建设性态度 同意将表决时间推迟24小时 之后又推迟到现在 在过去40多个小时里 他们对八方草案既没有发表意见 也没有表示反对 这让我们期待 今天他们能够支持草案 阿里会能够顺利通过决议 但最终的表决结果 让人难以置信 中方同样认为 巴西的决议草案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应发出强有力信号 要求实现停火 保护平民 避免人道灾难 为此 中方提出了改进案文的建议 也支持俄罗斯提出的修正案 我们对修正案没有通过 感到十分遗憾 尽管如此 考虑到加沙地面形势 在迅速恶化 昨天发生的空袭医院等事件 导致数百平民死亡 阿里会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中方强烈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 敦促以色列 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 我们呼吁立即停火 保护平民 避免更大人道灾难 巴西提出的决议草案 总体上反映了 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代表了安理会 推动实现停火的起始步骤 也可能是当前情况下 安理会唯一可能达成一致的案文 相关国家口头上强调 安理会应该采取正确的行动 但他们的投票立场 让我们不得不怀疑 他们根本不希望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 不希望真正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 安理会不能止步不前 目前加沙局势正在升级 更多的平民正在付出生命 遭受苦难 安理会要在停火止战 保护平民 避免更大人道灾难方面 切实履行责任 发挥作用